漫威蜘蛛侠系列已经躋身优秀游戏的行列 向大家证明了超级英雄游戏认真起来 是可以媲美巅峰时期的漫威电影的 爆米花游戏也可以是一种褒奖 对于玩过前作的玩家来说 漫威蜘蛛侠2会让人感觉很熟悉 还是开放世界新地图问号的游戏 但二代几乎在所有这些地方都有所提升 整体节奏提速 QTE小游戏和支线任务更丰富 主线故事非常动人 演出水平也支线上升 画面技术表现也是次世代开放世界游戏的最佳 蜘蛛侠2还是发生在纽约 地图比之前的曼哈顿还增加了部分的布鲁克林和皇后区 地图规模成2 蜘蛛侠数量也成2 这次我们要同时交替控制两个蜘蛛侠 Peter Parker和Miles 同时体验他们的超级英雄生活 以及各自的普通人日常 二代的故事发生在 麦尔斯·莫拉雷斯之后的9个月 Peter和MJ准备同居 但Peter显然无法掌握教室工作 蜘蛛侠工作和生活之间的平衡 超级英雄也是要打工的 Miles就没有这个困扰了 因为他现在是难大了 做个小兼职完全不成问题 做蜘蛛侠总比提小学生欺负同学强多了吧 还有一个主角 Harry 是Peter和MJ的发小 身患绝症 有一个爱做直升机 一心要救活他的富豪老爸 I'm not going to lose you 这次的纽约即将遭遇来自丛林的神秘力量的侵袭 猎人克雷文 以捕猎超能力者为乐 非常变态 而且有非常酷的BGM 接下来 随着事态的不断扩大 预告片里最大的噱头 毒液 会以意想不到的方式登场 我就不剧透了 我们来聊聊玩法 当我刚进这个游戏的前两个小时 真的有被他紧凑的节奏震撼到 开场剧情行云流水 到第一场BOSS战 杀人那里 大场面云集 你就看看这杀人的一扔 动作戏已经不输神秘海语 到了黑猫追逐战的时候 我都想鼓掌 不愧是次时代 从一个个传送门穿进全新的场景 甚至不需要像瑞奇与叮当里那样有停顿 瞬间穿过 各种穿越直接到了南极 即便相比电影少了超大荧幕 亲自控制蜘蛛侠 配合震撼的动画特效 是会感觉更爽的 我好几次都哇了出来 被自己摔到了 而且即使有段时间没玩蜘蛛侠 游戏还是能在很短的时间里让我相信 此时此刻 我就是蜘蛛侠 我要拯救纽约市 这主要还是因为蜘蛛侠游戏 最吸引人的一个地方 蛛丝百当 蜘蛛侠二里想要解锁快速旅行 需要做一个区域的很多支线任务 这在其他开放世界里 绝对是个致命的缺陷 但在蜘蛛侠里 却是最合理的设计 因为蜘蛛侠有所有开放世界游戏里 最好玩的移动方式 一如既往的流畅爽快 在规则的街区 随意摆荡 弹射 俯冲 水上滑行 旋转 跳跃 各种特技 特别宽容 刷得不亦乐乎 游戏这次不仅关心你荡的高不高 还关心你飞的累不累 没错 蜘蛛侠也有滑翔意了 不仅让你感觉自己就像蜘蛛侠 甚至让你感觉自己像超人 长按R2荡累了 按三角滑一会儿 还有上升气流的辅助 现在在空中已经不太可能掉下来了 战斗也是非常超级英雄的那种好玩 相比其他动作游戏 需要专注于敌人设计 武器手感 或者连招 蜘蛛侠的战斗最重要的就是动画 姿势要多 动作要帅 难度不高 但是需要你集中注意力去打 最关键的 就是让每个玩家都能毫不含糊地相信 自己真的有super power 那蜘蛛侠的超能力 当然就是 过当 各种过当 相比前两作 这一代的战斗明显更酷炫 更混乱了 而且有很多设计都指向 加快节奏 不仅同时需要关照的敌人更多 手头能使用的技能也更丰富 多了不少群体控制的动作 对了 预告片里戏份很多的共生体蜘蛛侠 果然没有让我失望 非常残暴 很强 还挺爽的 它的很多攻击都是像刺一样炸裂开 和插歌打魂蜘蛛侠就很不一样 每个技能都很邪恶 前行在这一代里被大幅削弱了 这也是为了加快游戏节奏的一部分 基本没有强制一定要前行完成的任务 更多是建议前行 只是建议 前行的时候可以用上新的工具 蜘蛛丝 能直接拉出一根可以走在上面的线 相当于可以改变前行关卡的地形 非常方便 大幅减少了等待敌人移动到自己脚下的时间 同样也是节奏加快 游戏里登场的角色 都是我们在各自其他作品里见过的 似曾相识的角色 比如蜥蜴人 杀人 蝎子 神秘客 和哈佛校长 真的挺像的 这些人在游戏里都被赋予了新的命运 最重要的就是 Peter的童年好友 Harry 是最早电影版里的这个人 Harry被刻画得很好 开头一段穿插着的童年回忆 就像给我植入了一段 不存在的虚假记忆 Harry其实一早 就是我从小最好的朋友 一代的时候 游戏就给我讲了一个 我特别喜欢的蜘蛛侠故事 这代也是 Peter是主线 Miles是配角 聚焦在酷炫的超能力之下 一些人性的挣扎 秒杀现在大部分漫威电影没什么问题 怎么也有漫威巅峰时期故事的水准 正义 对抗邪恶 超级英雄的自我成长 一切都合乎逻辑 也没有为了刻意制造矛盾 而牺牲掉角色的智力 每个角色的演出和声音表演都非常出色 每一句对话都很有意思 让我不忍错过 我最喜欢执行任务的时候 还能听着各种家常理断 让我觉得战斗一点都不孤单 我也非常愿意成为这些可爱角色的友好邻居 而且整个情节安排让我很惊喜 反转 再反转 再再反转 虽然我们都知道 正义一定会胜利 但游戏还是成功做到了 在每个重要节点都让你意料不到 当酣畅淋漓的最终战过后 尘埃落定 眼前的阴霾散去 新的危机暗藏在平静之下 我真的觉得我看了一场精彩的电影 有成长也有失去 最重要的是永远心存善念 勇怀勇气和坚强 主线相当扎实 支线 就显得不那么跟得上时代了 前两部最容易被挑毛病的地方 就是过于重复 草率的支线和收集 就是轻地图问号游戏的疑难杂者 蜘蛛侠2是有进步的 重复的随机事件还在 但是有名有姓的支线任务更独特 他们的故事跟个人表现形式更多样 而且有些还会衍生出DLC一样复杂的支线故事 里面有一个鸽子的任务我很喜欢 和一代的一个小任务呼应 一路歌唱飞行 而且有一个非常感人的结尾 Insomniac看来是知道问题所在 而且态度很积极 但是还不够 小游戏是重复的重灾区 虽然增加了不少种类 包装的很用心 比如无人机密封射击 某种拼图还有音游 但也只是把感到腻的时间推后了一点点 没解决什么根本问题 尤其是侦探扫描小手机 非常拖沓多余 玩一遍就嫌多 最后来说说漫威蜘蛛侠2的技术表现 我感觉每次提到PS5独占游戏 都必须要说说SSD 因为这是真的很重要 除了开头的黑猫追逐 我再来给你们看一下这段转场 全部都是及时渲染的 是不是非常酷 还有蜘蛛侠2里的快速旅行是这样的 其实漫威蜘蛛侠2的这种高速移动 更多的车辆行人默认光追全开 这也都是次世代的硬件才能做到 看来Insomniac已经基本摸透新的技术和硬件了 游戏帧率表现也非常优秀 性能模式可以稳定在60FPS 保帧度模式30FPS 几乎不掉帧 如果显示器支持120赫兹 保帧度模式的帧率就变成40FPS 我觉得是不错的折衷 整个游玩过程中我只遇到了几个小bug 比如我遇到的唐人街三个大字 整个镜像了 但凡有一个人认识中文 对吧 当然这个是发售前的限定bug 坚持居家办公三年 如今已完全没有实体办公室的Insomniac 还是及时发现了问题并解决 没有闹笑话 总的来说漫威蜘蛛侠2 绝对是有PS5的各位应该玩一下的游戏 尤其是玩过前作的玩家 虽然它不是那种最最优秀的游戏 但它绝对是最顶尖的超级英雄游戏 通关之后很怅然 游玩过程很紧凑 有点小而美的感觉 我竟然会用这个词 总之可靠的Insomniac又完成了任务 让我更加期待他们接下来要做的金刚狼了 最后祝大家玩得愉快 点个赞 我们就是游号邻居咯